加州消防局提醒大家 光是今年上半年 加州就已经发生了2600多起的山火 创下五年来新高 那么调查起火的原因 竟然是以人为疏失居多 那么大家用火不小心 真的是很危险 由于马上就要进入这个炎炎夏日 也是山火的高峰期 所以提醒大家一起来预防山火 山中熊熊大火猛烈燃烧 不时还伴随呛笔的浓烟 只冲天际 让消防队员是疲于奔命 防不胜防 而大火烧过之后 到处是一片焦黑 如此恐怖的景象 到底是谁点燃第一把火 根据加州消防局事后调查发现 其实九成以上的山火 都是人为因素所造成 不只野外露营离开时 要确保熄灭火源 对于临近山坡地或偏远山区的住家 消防员也提醒居民 平时要建立正确的防火观念 例如要让房子和茂密的树丛之间 保持最少100英尺的安全距离 避免遇上山火时无处可逃 强调夏天才刚开始 未来几个月的天气会更热更干燥 民众只要在登山露营时 一个用火不小心 都可能酿成无法挽救的灾害 因此最好的山火预防方法 就是民众平时养成习惯 随时提醒身边的人 记得扑灭火源 东正新闻 叶红志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